Hello,大家好,我是三浦,欢迎大家来到《三浦论政》这个节目 我们今晚讲讲中国的新闻 今天在台湾的网络上 也引述3月9日香港明报的一篇文章 讲到在两会期间,中国两会期间 发生了一个特别的事件 如果大家对中国的国情有关心的情况下 都知道2022年的10月22日 中共二十大闭幕,胡锦涛被驾离场的情景 当时是一个突发事件 大家当时都有很多个分析 现在都不需要再讲下去了 最后BBC记者最近这几个月 写一篇文章就说 胡锦涛当时是想看 名单上为什么没有我的胡春华 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无论真与假都好 这件事是另一件事 但今时今日,2024年3月8日 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中 发生了一个插曲 这个插曲长达几分钟时间 就是习近平 吵吵吵住 就是用华语讲 就是生痴痴下 就是吵吵住 什么吵吵住呢 就是当两高报告期间 两高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他们分别是院长 就是将军和英勇 他们报告期间 习近平似乎 和一般的情况很不同 一般的情况 他都坐着不动 风雨不动安如煞 但这次主席台上 人大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 出现异常状况 首先,国务院总理李强 发现报告内容有问题 拿出份报告 向习近平说话 李强当时 就坐在哪个位呢 就坐在习近平的左边 习近平的右边 就坐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 排第二名就是李强 坐左边 排第三名就是赵乐际 坐右边 第四名就是黄沪宁 坐在李强的左边 如此类推 五六七八 排下去 排下去 你知道有其他人不在 丁舍长排第六 应该坐在黄沪宁的左边 蔡奇那些坐在外面 他七个人是一 接着呢 二三四五六七 这样坐在外面 OK 跟着呢 坐在这个李强旁边的黄沪宁 加入讨论 跟着呢 在后面的 刘国宗 就是国务院副总理 刘国宗 以及稳力 稳力就是北京市委书记 亦互相讨论 那当时呢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将将军报告中 习近平心水不灵 都不是在听他的报告 就是在拿着那份报告 翻开来 看 这个是极度例外的 一般都是呢 一个肥猪 在那地方坐下坐 他竟然翻开来看报告 那这个时候呢 看报告 用支笔 在报告上写几个字 接着李强和黄沪宁 在习近平的左边 互相交换意见 习近平是偶然插话的 接着黄沪宁身旁的副总理 丁舍祥新闻情况是怎样 后来连副主席 国家副主席韩正 和外长王毅 现在还没换楼建超 做王毅 都短暂交流 好了 这么多人说话 讲完将军的报告 没人听他说话 这些主席台的人都不听他说话 接着应勇 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院长报告 OK 习近平呢 也都不理那么多 他去右边 和赵乐际呢 开始讲话了 表情严肃 OK 几次的不时的指着人 点着他 他用 不停的抛桌 想起这个 就是 就是半集直书 日剧里面 不停的拍桌骂人 他不是拍桌 他用个手来敲桌 敲桌 敲出声 你敲桌 点报告 严肃表情 100公尺以外的记者群 看到习近平 感受到一种凝重的气氛 没多久呢 即是这段期间 赵乐际就是三分钟时间 俯手贴耳 整个身躲起来听 那样 表现成为忠诚 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 应该跪在那里听 你坐在那里 靠去听 好了 三分钟后 然后呢 习近平不要露气了 可以整份报告 拍在桌面上 拍在桌面上的时候 两人对话结束 接着赵乐际 就无心在听 应用报告 全程低头 用筆 在报告上写东西 我看到自由澳洲电台之前 播过最后的一幕 习近平走是非常生气的 跟旁边人鼓掌 他不理他 就走过去 完全目无表情 这个就是整个情况 是3月8日发生的事 好了 问题来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我再说一次 整件事呢 重点在哪里呢 不是习近平调起火头先 是他旁边 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 其实不是实权第二 实权第二 而是蔡奇 王小洪 妙话 这些有人 有枪干子的人 我说过这些是福建邦 李强是浙江邦 不是实权派人物 不是福建邦 他在极权社会 要上位 就要踩着人家的肩头 头颅 头盖骨 头皮 向上爬的 那你要打的 我是浙江邦 我要打的什么呢 我是打福建邦 还是我要 用华语说 是指挑软的捏 即是要似 选软的来炸 意思是什么呢 欺善怕恶 你那些这样的恶的 那些福建邦 我不管你 我选的那些呢 可以欺欺欺欺 接着拿他的位 拿哪个呢 赵乐际 赵乐际是人帝常委会的委员长 你都拿他 是 第一他没有实权 OK 赵乐际是江泽民胡锦涛主政的时候爬上高位的 赵乐际是陕西西安人 在青海省的西宁市出生 OK 以前是历任西宁市委书记 青海省委书记 陕西省委书记 即全部都是内陆的省份 尤其是青海和陕西 就是他的地盘 西北方 OK 他目前呢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排名第三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但他不算是习近平的西北方 因为他整个青海和陕西主政期间 都跟习近平完全错开的 没有关系的 虽然习近平是陕西富平人 但他跟赵乐际之间 不是他们这一代的认识 是他们之前的爸爸的认识 赵乐际的爸爸叫做赵喜文 喜欢的喜 人民的文 就是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分认识的 赵乐际可以说正二代 OK 在这样的前提之后 他也受到提拔 因为江湖如热 再加上他安前马后 服侍习近平 就像当时李鸿忠 臭习近平一样 赵乐际都 为习近平马首士尖 十八大在2012年举行 他就开始做中组部部长 中央组织部部长 大力协助习近平主导 港政军和国企四千个最高级别人士的任命 大量提拔习近平的亲信 十九大 2017年之后 他从中组部转做中纪委 中央纪律委员会 就是要剁人的 党内去清除一些官员的 以前做了五年 从2012年到2017年做的就是王岐山 当时就说要吃草 也都是大幅度所谓的缩他 反他其实是权斗 就是王岐山帮助习近平很大亡 你帮了五年了 救电池就要丢 刀子拿刀的势子手就要砍 就像张晓明一样 为什么张晓明现在要死 不是因为他势子手这么简单 而是傅晓田 因为傅晓田就是秦刚的情人 这个所谓的张晓明 以前傅晓田是张晓明的情人 是张晓明介绍傅晓田给秦刚认的 那秦刚落马 傅晓田被人控制 我问你了 张晓明问过刺山事外吗? 没有 所以是值得他死的 好了 张晓明就是一个构电池都要丢了 林郑啊 梁振英啊 始终也有一天会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没事 你看看王岐山 现在被人头限刺山 跟着就找赵乐际来看他的位 清除王岐山的党羽 在中纪委灌输自己的人 什么人呢? 很多了 比如说 你会看到 鶴忠强 刘延 姚西科 崔玉林 洛玉林 不认不紧 重点是一个洛玉林 多少就行了 他是国支委的巡视组的组长 他是赵乐际最重要的一个头码 叫洛玉林 他把中纪委完全换了自己的人马 继续为习近平服务 习近平看到这个势子修做事 又不是自己人 对 最重要不要自己人 不要天污自己的手 找个这样的流浪来做 杀了自己人 好了 去到2022年 就是做了5年之后 中纪委你又没得做了 你是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那个是闲职来的 没有权的 有权的中纪委 就把李希去做 排名第七 那个政治局常委 陕西邦 一样是陕西出身 一样是西北邦 李希就直接跟习近平有共事经验的 就跟这一位赵乐际完全不同 赵乐际是前朝如夜 虽然是西北出身 但是他跟习近平有交集的李希 完全不能双提并论 李希出任中纪委书记 开始大幅清理门户 将刚刚说的那群人 全部清理 调查 乐玉林受调查 赵乐际岌岌可危 权势大不如前 现在李强出手 遮住习近平 来做个电灯打 来做个磨心 然后利用他来捅瓜隔离的人 就是等于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 来捅瓜刘少奇 或者林彪一样 其实 你说利用毛泽东 其实毛泽东都甘愿给你利用 然后将个责任射给你 是吧 互相利用 那李强出手 习近平 YES 然后就 抛桌 指文件 表情严肃 百公赤外记者看到了 面目目 不理你 你苦手贴耳 照样不送你 这个就是习近平 对赵乐际 对赵乐际 所以这是重点 对不对 那你说 究竟 喂 里面看些什么呢 究竟他怒赵乐际些什么呢 我可以很肯定和大家说 赵乐际没得做下去了 那他如果和平一点来说 顶了这四年 现在2024年 顶多三年 顶到最后最后就可以拜拜 安全落马 最理想的情况 2027年一定可以做 一定换自己人 他不喜欢你 你得罪圣上 得罪皇帝 第二个可能就是 分分钟很快 即是半年一年之内 会落马的 即是看看究竟是 乐观还是悲观 但相当可怕 疑似出了什么问题呢 原来呢 就涉及到 我认为 是这个 他和高 即是两高报告有关 因为放在面前 就是那份报告 肯定里面的内容出了些问题 是没有很多人敢猜是什么的 我猜 我猜一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猜是完全是 猜的 完全不是说 有什么消息 有内幕的东西 没关系 两高的报告 尤其是高等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 是声称 有下面一段话 我觉得这段话很有问题 即是你问我 我站在 我当自己易胃而蠢 我是习近平 习猪头的立场 我看到这段话是很狠 我想看完之后 就觉得 嘩 不行 不可以这样写 OK 出什么问题呢 原来那段话 就是这样写的 在高等法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 就是写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法 法 不能向不法让步 他说这句话不是口号 他说 刑法第二十条 涉及正当防卫 已经被换成 还要持续落到实处 他举个例子 就是姓傅的一个人 就是喝醉酒 就开始去骚扰一个民居 民居一边 住了一个姓马的人 姓傅的人 在那儿骚扰 破坏那些门 不果 跟着 开始用一些武器 去敲烂 姓马的人的住宅的窗 敲到它碎了 OK 那里面住的姓马的人 拿着把刀 出门去制止 然后互相嘔斗 最后互相有受伤之余 这个姓马的屋主 最后用刀捅死了姓傅的人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这案件判决 就是 姓马的人 这个屋主 杀害姓傅的人 是冒罪 释放 他标榜 中国有一套电影的第二十条 就是刑法第二十条 标榜呢 正当防卫呢 是越来越得到广泛承认 然后说一大堆数据 就是说 中国很多的法庭 检测厅 比正当防卫可以抗变的理由 以几十%去上升 我读法律的 自抗抗承认 你这么说 这件案件尤其涉及到死亡 就是统缺另一个人 你所谓的 必要的 抗拒 即时的危险的东西 是需要很严格审理的 不是说 你统缺一个人 一定是正当防卫 没有这样的事 但这件事 无论我法律要件 是不是严格 严不严格 那些事情 是另一个法律问题 要讨论 这件案件 是不是正当防卫呢 要具体看案件去看 但中国 香港都无法无天的 重点是什么呢 原来人家在襲击我的时候 我可以正当防卫 统缺他都没问题的 那是不是香港人 早上六点多钟 国安警察敲门 拿着一大堆的枪 賀枪实弹在外面 不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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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锁的时候 拿着一把厨房 一把大的西瓜刀 整家人 三四五个人 在门口里 一把门出来 一把门砍到他的头上 一把割脚 捅喉 立刻放血死 是不是要这样做才对呢 对 抗暴杀人无罪 正当防卫 正确 那给大家的联想空间就非常大 如果习近平听到这些东西 在中共眼中 你不断标榜这些东西 更得了 所以我说这些内容 你写出来 文汇大公大喇喇报导 如果我是李强 我就说 朱塔 习近平 你看看 这段东西好像有问题 你看看 然后习近平 好像有些问题 然后就叫黄沛宁 为什么会在报告里 不是分组讨论过吗 人大这么多个会议 又福建省 又什么广东省 又什么内蒙 每个都讨论过 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出来的 赵老师 就是人大委员长 你负责的 报告有这样的文字 你没有看过的吗 你没有看过 我问你了 你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 是吧 没有看过 有看过 有看过 怎么写你这些东西 改 你不改的话 我改你去 三分钟就说这些东西了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多大的 因为我看回所有关于两高 那个报告的报道 很多东西都是 那些叫做党八股 唯独是这一段 很突压的 我想这个和这个 正当防备这一段 是挺有关系 我就是blind guess 不包一定正确 同时 令我联想到另一部电影 我真的要开一节 完全讲这部电影 就是周处除三害 最近这部电影 16亿票房在中国高收 为什么高收呢 是因为 第一这部电影 讲的是台湾 香港仔 就是讲广东话 讲在台湾的人的乱 黑社会 没有讲到中国 本土的一些问题 第二 他结局一定是 所有坏人死光光 第三样东西就是 反邪教 三样东西的话 基本上都对中共的河车 但是呢 这部电影 我觉得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故事 编剧 和演艺 演员 导演 编剧 完全行 用镜头呢 不像以前台湾的那些定镜 很多人怕 我经常说 台湾的电影 十秒钟一个镜头 由山折考 所以我就说 现在台湾的电影 尤其这一套电影 完全改革了 他拍那段 警匪追逐那段 跳天井那段 拍得很精彩 整个无人机拍得很漂亮 即是国际级数 所以我极度推荐这套电影给大家看 如何看自己的 OK 周处除三寒 这套电影 讨论热度相当高 男女演员都做得相当好 对白 每粒字都有意思 我希望大家如果在家里看的时候 能够抄一抄下他的对白 对白真的很漂亮 不多不少 的字是执得很正 OK 所以我有机会 我再讲周处除三寒 因为我拿这套电影做得很好 《阮京天街》也做得很好 这个很出色的台湾演员 也做过孟革 一些好的电影 那么这套电影讲什么呢 其实里面是基本上 用这些方式来奉刺中国共产党的 你有没有看得出呢 我看得出了 即是有些人忽然吞祖 不断在那看电影 哎呀 都像猴禽那样看电影 你慢慢欣赏 搭下去里面的东西 你搭出很多象征意味在里面 而里面写的情节相当好 我这一节我不剧透 因为我剧透了 对不起其他人 那么可能找另一节呢 专门讲这套电影 那个电影一定会剧透 因为我要评论这套电影 OK 所以希望大家不想在未看电影之前 去看我的评论的话 先在一部电影先 OK 《非喜勿汉》 我未来的评论 即可能不日放出 就讲这个周柱徐三海 实际上太好的电影 应该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就说了 中国人很多现在有周柱徐三海的倾向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最近 江苏张家讲 炸弹案 就是搞到整个政府大头烧着 跟着3月10日 北京西城区西长安街 中南海的门口 新华门 就是8964 89民运 开始触发过一个点 竟然有个名轿车 黑色轿车 冲进去中南海 被门栏拦转 跟着停了 整批国保人员 在那儿上前 开了对门 drag 拖人出来 整个人拖走 大叫 杀人反共产党 另外 人大记者会 有个夫妻女士 冲塌 就是冲上去 记者会 有官员在那地方的地方 就被制服 湖北湖南 纷纷发生工厂连环爆炸案 就是一些偏远的地方 爆炸 似乎是及人为破坏 贵州 大数据的安全工程研究中心的创办人 叫刘东号 3月5日离奇死亡 已经是连续几宗 涉及人工智能的东西是死亡 所以中国的东西无奇不有 是末世纪的风风情 可恨的就是中国人未能封起 未能够真正反抗 反抗的人极少 拎不成一股繩 结果就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香港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是如何 先忍 我就告诉大家先忍 我知道23条接近 我也做过节目讲23条 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 我都会在台湾节目上 已经在台湾节目上 也将会继续在台湾节目上 去讲香港23条 使得台湾关心香港的事 避免重蹈香港覆车 也使得真的要难民的人 不是一般的移民 难民能够得以一个好的验证 正符合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 得以收容 另外也希望 也会影响 即是继续去做广播 继续做一些好的节目 给香港和中国的人 鼓励他们有勇气 反抗 我想这就是台湾应该要做到的事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都会继续讲中国的新闻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那么我们迟些会再讲一些 关于香港的一些事 那么迟些节目就和大家见面了